本视频由汽车是个女孩原创制作 说到马自达这个汽车品牌 大家一定很熟悉 那么大家是否知道它在的新款汽车要面试的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款新款马自达6表现如何吧 新款马自达6在向年轻化发展 尺寸为长4870毫米 宽1840毫米 高1450毫米 轴距达到了2830毫米 外观上新款马自达6前脸的进气格栓 采用优雅的曲线构成 与修长的前大灯融为一体 车身果然天成 没有硬直的线条和多余的线条 运动感十足 带有强烈的视觉感 类似方面 全新马自达6采用多功能方向盘 中控屏幕为悬浮式液晶屏 实体按键不多 但是很简约 双色拼接的类似 以及中控台上覆盖的真皮包裹 营造出了豪华感 座椅宽到舒适 虽是运动车型 但后排空间依然让人满意 动力上全新马自达6搭载了 2.0升和2.5升的 创制南京技术发动机 匹配6速 手自一体变速箱 最大功率192马力 最大扭矩252牛里 百公里加速仅需8.3秒 百公里油耗6.3升 替新全新马自达6起步价 有望在17万人民币左右 外形虽然更时尚了 但是17万的起步价 恐怕不会有太多人买账吧 不知道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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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